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set呢 这个集合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序域结构 对吧 然后呢 所以es6里面 重新添加了 我觉得应该这么理解 对吧 因为别的语言好像 就有一些是自带的 比如说python 对吧 它就有这样的序域结构 然后呢 es6里面给js 新加了一个序域结构 两个 一个是叫set 一个叫weekset 一个叫集合 就刚才咱们写的这么一串玩意儿 一个叫weekset OK 首先我们还跟之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内置的一些方法是什么 我们来对比一下 刚才我们实现的类叫什么 叫 因为我说不想把它覆盖 把它重复到 咱们叫set2 然后呢 咱们实现了哪个方法 咱们想想 add咱们实现了吗 实现了对不对 clear呢 实现了remove 对吧 大家delete了 咱们叫什么 叫remove remove 咱们实现了吗 for each没有实现 这个待会咱们要说一下 但实际呢跟那个宿主的 跟array的这个宿主的for each差不多 has实现了吗 实现了size实现了 values实现了 对吧 那么我们要看的其实这种只有两个 对吧 这个我加出的一个entire 跟for each 这两个呢会稍微特殊一点 entire获得叠代器 叠代器是一个在js里面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 因为咱们之前呢用的都是便利 对吧 都不用delete这个功能 然后呢 啊 delete这个可能一些学python 学过python的同学呢 可能就对这个delete会有一些感会有一些感觉 会有一些感觉 对吧 这个iteration 这个东西在python里面的是很常用的 而且很强大的一个东西 然后在js里面呢 咱们有些东西不知道对吧 也是学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呢你学了学可能会发现 诶 js跟python怎么那么像啊 对吧 所以说这也是js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对吧 它非常简单 因为python就是以简单为著名的嘛 js也一样简单 但是呢一样的强大 对不对 好 呃 我们看一下 首先从简单的for each方法开始吧 for each方法很简单 其实呢就是一个便利方法 对不对 我们先用原生的代码给它演示一下 在这里新建一个 啊 set.js ok 在我们的es6里面 注意啊就是es6啊 这不是咱们自己写的 set2了 那s等于newset 对不对 newset 然后s点 我们先添加一些元素吧 添加1 添加2 添加3 啊 反过来再添加1 ok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回到这页面中对吧 然后呢引入一下 重新引入一下这个文件 set.js 然后呢咱们打开看一下 啊 也这么打开对吧 ok咱们看这个s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set的一个一个结构 然后那里面值是什么 是123 对不对 它那个比我们那个要直观一点 对吧 它是123 然后我们发现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刚才添加的是什么 1231 然后发现它自动把1重复的就不会反复添加了 对不对 所以呢它这种结果是123 所以这个画是天字族的我就不写了 首先咱们试第一个方法for each for each function 对吧 function里面 是一个回调函数 它呢会被传入两个参数 一个叫 item 一个叫index 对不对 或者说应该用它这个来表示对吧 应该叫value1 value2 对吧 我刚才错了 因为因为那是一个数主的便利对吧 但是咱们这个集合的便利 它们的见识度是不分的 ok 然后呢set 是这个集合的本身 ok 咱们console log一下试试 这样console log吧 value1 对吧 value1 是什么呢 value1 ok 咱们写多几行对吧 123 value2 然后呢最后是set ok 咱们看一下这个代码 反正这个什么 首先是value1是1 value2呢也是1 对吧 因为它的见值对是相等的嘛 这也跟刚才咱们的结构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然后 其实跟数主也没差很多对吧 也没差很多 但是这个咱们待会再谈 待会再谈 然后我们发现了第三个变量 第三个形参对吧 set是什么 是这个叠代器本身 pay这个集合本身 对吧 太着急了 我总想的叠代器 因为这个forage呢 是跟数主差不多的 好 我们看一下数主的forage方法 等于比如说 a b acb abc 把大家混淆了 然后呢 数主是有forage方法对不对 forage 然后呢 function 接受这么几个参数 第一个 是 item 第二个是int 不是接受参数啊 是它返回参数 可能搜 log一下item跟index分别是什么 看一下 是什么 a0 b1 c1 c2 第一个是这个数主里面存储的值 以及它对应的下标 对吧 注释一下 item 数主 存储的值 index 对应的下标 但是我们在这一个集合里面说这个就很奇怪了 为什么 因为集合首先它是没有这个下标的概念对不对 对吧 因为它是怎么样的 我说过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是这样的 比如说1 1 2 2 3 对吧 所以呢这两个value1跟value2是相等的 懂意思吧 它像刚才一样item 对应的是数据里面的某一项 那么它的value呢 也是这里面的某一项 那么value2呢 是它的下标 也是前面这一项 就相等的 对吧 然后forge方法就这样 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一个叠代 一个便利的一个函数而已 然后呢 比较有意思的是它的叠代器 我们先看一下 叠代器是什么 首先我们的s 对吧 咱们的s 是一个集合 然后呢 我们可以这样 定一个变量 interaction 然后呢 啊 剧透了对吧 s.intires intires 这个方法干嘛用呢 刚才我注视怎么写的 是获得叠代器 对不对 然后呢 interaction interator interator 是个什么 setIteratory 对不对 然后呢它会有一个方法 iterator 它有个方法叫next 首先我们看看next是什么 是什么 有一个value 有个done 这个 这个不恶行对不对 然后呢 咱们再看看它的value是什么东西 但注意啊会有些不同了 咱们重新来 whatinterator 等于s.intires 然后呢 iterator 点next 对吧 去查看它的value是什么 是11 是不是第一个的值 对不对 虽然它很奇怪的 以数字的方式返回了 对吧 但其实相当于把 把进跟值都返回了 然后呢在next呢 是22 33 然后呢 unify 最后超出了 unify 对不对 这种东西就要迪代器 迪代器是什么呢 迪代器带有一个next的方法 当你调用它的时候 它会访问 这个迪代器里面的下一项 对吧 不不断的访问下降 比如说先访问 11 22 33 最后到unify 就已经溢出这个范围了 对吧 比如说咱们这个迪代器 选从这开始 对吧 等待开始 next 1 在next到2 在next到3 对吧 在next呢 抽出去就unify了 对不对 这个东西叫迪代器 这个东西跟python里面的迪代器呢 是一样的 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对吧 我希望呢你可以去发掘一下 它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 可能是我写代码比较久了 我不是特别习惯使用这么一个东西 好迪代器讲完 我们要讲一个相对来说重要一些东西了 就是这两个东西的区别 迪代器大家应该没有它的问题 对吧 就代码跑一下就好了 for each呢 也跟宿主一样的 大家跑一下 然后with set呢 是一个弱集合 对吧 然后呢它包含的方法特别少 只有三个 有一些跟set方式相似的是 add delete has 就只有三个非常简单的操作 对吧 这跟咱们实现的是不是有点像啊 对吧 咱们一开始在讲那apt的时候就说它就三个操作 对不对 它 wix set跟set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呢 它少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方法 对吧 当然这是其中的第一点 第二点 咱们来跑个代码试一下 发现一下这个问题 哇 s等于new week set 然后呢 s.add的方法对不对 比如说我添加一个1 哎 发现报了一个错 报了一个什么错 invalued value you see in week set 就是说你用了一个错误的值 在这个week set这个东西里面 那怎么办呢 week set它很神奇 它是这么使用的 s.add 它必须存储一个对象 比如说 a等于 name 小名 对不对 然后呢 s可以去add a 添加a 然后发现 然后看一下 这个a 被添加进来了 对不对 这个 s呢 把这个a添加进来了 ok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把a添加进来了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在哪呢 刚才我们添加1了之后 他说不能添加1 当我们添加a这个对象的时候 他说可以添加这个对象了 对吧 这一点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这么干 对吧 那这个问题呢 咱们待会来处理它 总之你知道这个区别 week set 这个弱集合呢 它只能添加一个object类型的一个数据在里面 好 接下来讲他们两个的区别 还差了一点 应该说实现他们的交集并级跟差级 对不对 在这里的代码会略为简单一点 但是呢 需要讲的东西又变得非常的多了 首先咱们用代码演示一下 像刚才的 yes6的一些问题 这几项代码都先注释掉 然后首先我们有个变量 a等于 new set 对吧 另外说一点啊 咱们的yes6的set里面呢 可以传入一个 数主 作为一个 构造器的变量去构造一个集合 比如说这样 123 ok 然后wap b等于new set 然后234 可以吗 这个跟我们之前实现的不一样 对吧 但是这个会更加简单一点 但是你如果感兴趣的话 在咱们自己的代码上加上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a点看a是什么 set123 然后b呢 set234 对吧 ok咱们从第一个开始 第一个什么呢 就是 呃 第一个是咱们 要写的一个 并级对吧 并级 OK 咱们把它并在一起 我先看代码的示范 代码的示范很简单 是这样的 哇 union 等于 new set 新建了一个set 对不对 然后难题来的 他用了点点点a 点点点b 然后没有报错 最神奇的是 然后呢看见union 1234 是他们的并级 ok 这个没错吧 那这个怎么来的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首先 我们要了解这个点点点是什么意思 ok 点点点也是es6里面提供的 一个东西叫结构 呃 结构对吧 结构这东西怎么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把一个大家熟悉的结构 ar 等于 123 ok 然后呢 哇 br 对吧 这样有点奇怪 等于234 然后我如果想把这两个 呃两个数组组合起来应该怎么办 但你说可能有这个方法 ar.contact 对吧 咱们以后要是用了br 他们可以把它结合起来 对不对 但是呢 有个更好更加方便的方法是这样的 咱们直接在呃 直接定义一个数组 哇 carr 对吧 然后呢 点点点arr 看看是什么 我们先看这个结果 carr是什么 是123 发现没 注意这两者区别啊 如果我们这样 哇 carr 等于 arr 的时候会怎么样 相当于直接把它整个数组作为这个carr的第一项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结果 carr 是不是 它第一项是a这个数组 没错吧 那我们用了解构之后 相当于把a的每一项都拆开来了 然后放到这carr里面来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carr点 哦 错了 carr等于 先把arr解构 然后呢 把barr解构 然后都号隔开了两项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看carr 就是他们两个结构的结合体 解构运算符不仅可以用来解构数组 还可以用来解构这个集合 所以说这一行代码我再写一遍 warr union 这个行代码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warr union 等于 等于什么 new set 然后呢 a解构完之后是什么 点点点a解构完是什么 是 123 然后b 然后逗号b解构完了 逗号啊 b解构完了 是234 再加上集合 它是不能重复的 所以呢 最终创建了一个1234的集合出来 ok 懂我意思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点点点是什么意思 那第二个我们看这个交集 ok 交集是 是怎么去实现的呢 这里会有一个新的问题在这里 对不对 一个新的问题在哪呢 首先我们看这里 点点点a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就相当于把a解构为一个数组 解构为一个数组 解构为一个数组 变成什么123的数组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又使用了点filter 就说相当于什么 数组的filter方法 f i l t e r 对不对 然后呢里面又写了一堆好像不是js 这些代码 这是最烦的最讨厌的 对不对 那首先我们从filter方法讲起 ok从这个filter开始讲起 这个东西呢叫过滤器 过滤器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数组等于 1 10 -2 -45 56 我现在想做一个事情 我要把全部大于0 大于0的数 拿出来 那怎么办 第一个方法很简单 for each对不对 比如说 wac ar 2 等于一个数组 然后呢 for wai 等于0 i 小于 ar.less 那呢 i加加 然后怎么办 ar2 push ar 或者应该这么说 if 什么 ar i 大于0 才能够push到里面来 ok是这个意思吧 这样是不是可以 完全可以 没问题 这是一个传统写法 但是呢 咱们如果要用了es6里面的filter方法的话 咱们有更方便的写法 什么意思呢 arr 等于 arr 点 filter 他支持传入一个函数 对吧 大家看一下 注意看上面他提示参数是什么 他的行参啊 有value index array array就是数字本身 对不对 我们就看第一个value ok 就里面的值 就是他是从1开始便利 对吧 跟for each一样 然后怎么办呢 if value 大于0 return true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如果这个值大于0的话 比如1大于0的话 返回true 然后呢 -2小于不大于0的话 就返回force 对吧 咱们看一下 are2是什么东西 1 5 1 10 56 1 10 56 两个负的是被排除了 他怎么排除呢 其实很简单 这个filter 可以传一个函数作为参数对吧 fn 那么fn 返回true 则 呃 添加到 返回数主理 可以这么理解吧 所以说我们发现 比如说1 大于0吗 大于true 然后呢添加到arrr里面 然后10 大于0吗 大于添加到arrr里面 然后-2大于0吗 不大于return什么 return了默认的undefine 所以呢不能添加到里面来 ok 只有返回true的时候 添加到返回数主理 这个是filter方法 好吧 好filter方法就讲那么多 这个也应该是比较好理解 接下来是 里面的一个东西 这个xb has 这个x对不对 这个代码大家可能说 哎有点懵了 其实这是es6里面的一个 新的一个函数切法 这箭头函数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呢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理解 箭头 箭头函数 我们看一下箭头函数是怎么样的 哇 我们常规的函数定义 比如add等于function 对不对 那么箭头函数可以这么定义 哇 要以赞 出品 出来 这回就要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